高举双手逼出十二手势 陈时中到景美市场扫街 抢功来赢票仓 更要反击前一天在地 温山区居民前总统马英九的这段发言 做过这么高位置的人 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间 对妇女有这样的嫌疑呢 我是感觉非常的恶心 令人发指 到苗栗服选谢福红 马英九似乎更关心台北选情 再打陈时中的贤猪手争议 要对手阵营到此为止 陈时中喊话的 当然也包括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巧新 因为近日一连串爆料 连书被检举 禁言六天 我想他也不用一直在演戏了 每天都也没有人在跟他对话 让他自己就不断的有动作 那也不是要薄板面而已吗 陈时中要严防对手 煽动仇恨值 前一天在凯道造势 有感而发 讲到一度哽咽 但看在对手眼里 他的字典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两千三百万人都不太了解 他的字典里面有什么 陈中先生他却闪躲问题 不愿意正面面对 而且背离民意 如果陈中和他的团队 以及陈中的友人 愿意回归到正面选举 我们当然非常欢迎 不能为了选票不择手段 大家不要互相仇恨 从贤猪手风波到防疫争议 不断被挑动的仇恨值 让陈时中疲于奔命 直判北市选战早早回归市政讨论 近期视频从新朋友之后 蔡峰报导